我如果需要有三個功能 簡單一點 就是第一個功能我希望一鍵按下去 自動幫我在每一列的下方 產生一個空白列 就這樣子 我不要突發電鋼 按鈕 OK在這裡 然後呢 刪除的話就按下去 如果我已經插入空白列 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他 因為 可能剛好之前有同學問到我啦 同學問你他可能做會計的吧 會計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下要插入空白列 一下又不要空白列 好了我也不要問他為什麼 因為這不懂會計 我只要幫他完成就好了 好 那就是 怎麼樣一鍵按下去 自動插入空白列 一鍵按下去自動又把空白列刪掉 這樣的第二個需求 第三個需求什麼 插入空白列列高不夠 我希望把列高調高一點點 怎麼做OK 能不能做到可以吧很簡單 程式 就是 就是只有 三行 三行 四行 那三行裡面呢 4回圈你應該看得懂 中間那個要Rose後面Delete 就OK了 所以呢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1 瞭解一下邏輯 那個邏輯就是我希望 在哪一列呢 在第3列的應該是第2 如果從第2列插入會怎麼樣 這一列插入 他會變成是 在那個什麼 所以應該是從第3列開始插入 第3列的下面這邊插入一列 然後呢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可是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插入列的話 跟35列都差不多 假如說我要插入列的話 本來應該是在第3列 先插入一列 對不對 然後呢再來應該是在第4列插入一列 可是你會發現喔 因為 有個問題 他本來的位置 因為你插入了一列之後 他本來第3列會變第4列 那第4列變第5列 所以你永遠怎麼樣 如果你用那個循序的一直往下 奇怪怎麼都變成 他沒有在下面 插入因為他會 變動位置 所以後來我想了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我對 從後面 如果你從上面下來 他會一直往下擠 如果你從後面的話 那我很簡單 我就乾脆講 我先從第 33列好了 假設我從那個他的下面呢 先 插入一列 所以插入列的話 從第33列 這一列呢幫我插入一列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 32 插入一列 然後再來就是31 再插入一列 看起來好像沒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的位置不會變 下面的不會改變上面的 上面會改變下面的 OK 所以我們就把他倒過來 那大概知道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把同樣的邏輯怎麼樣 把它寫成VBA 要怎麼寫 1 一樣開發人員 2的話呢 到Visual Basic 在模組裡面打開之後的話 我先插入一個 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 我叫做 跟講義一樣 他的名稱叫 插入空白列 所以這邊 塑估以叫 插入空白列 好 再按一個確定 寫下來 好 那再來程序要怎麼寫呢 我就是把那個敘述告訴他 我要倒過來 所以是for 4i等于从第33列到2到第3列 然后enter两下打一个nest 不过特别注意如果你倒过来 假如由小到大不用加step 可是如果你由大到小 请你在后面加一个step 减1 如果你没有减1的话 它预设是加1 33再变34 那怎么样它就错了 它就不会去执行你正确的方向的命令 所以记得后面请你加一个step减1的叙述 它会越来越少 这个是必要加的 那再来的话请你在后面加一个ros 告诉它说针对那个列 哪一列呢 刮弧 i列 所以它这个i会变动 就是33列先插入一个空白列 再来32列插入一个空白列 一直插入到第三列停下来 点后面的话告诉它说 我要插入一列的话就是什么了 打一个insert insert如果你怕拼错字的话 请你看键盘都有 insert 所以打一个insert insert ok 这样的话我建议你打字的时候用小写 1开如果有变大写 那表示你字没拼错 有没有发现R变大写 I也变大写了 好程式写完了 写完之后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看会不会自动帮我insert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稍微挪小一点点好了 然后这边再把它拉 这个四双H可以把它缩小 这个里面的工作表 它右下角有一个缩小键 缩小跟放大 那这样会看比较清楚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把它执行 但如果你怕说一下执行太快 你可以按F8了 我前面好像讲过 游标放里面 你可以按F8 它会怎么样呢 一行一行执行 游标可以再放在上面呢 去检查 现在是33 所以它会在第33列的地方 先插入一列 所以F8 现在就插入一列了 再来的话呢 32 所以游标放在I上面 32列 插入一列 看一下OK 有了 再来31 30 所以呢 其他都OK之后的话 我觉得 不要再按F8了 因为太花时间了 所以我就干脆全部执行算了 其实或按F5 全部执行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会一直闪动 好 全部完成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每一列的下方 就都会有个空白列了 OK 这个当然我觉得 这个插入列啊 删除列啊 应该还蛮值得学的 因为以后如果你图拔链刚来做 太浪费时间了 以前我遇过太多这种案例了 当然插入空白列 跟删除空白列 不是只有这个应用 像我以前常用的是删除重复列 比较比较一下 上面下面一样删掉 上面下面一样删掉 那你可以先排序嘛 排序之后呢 去比较某一栏的资料 如果一样 那你就把那一列删 这个很好用 按下去 全部一次就完成了 怎么写啊 点多是做一个逻辑判 如果你的上一列跟下一列一样的话 怎么写 就是也许可以延伸 你们可以去找一个资料 如果里面有很多重复资料 是你要手动删掉的话 那你可以先怎么 先把它排序 然后呢 排序不会起来 你录制聚集放进来 可以啊 然后呢 再去删除重复列 重复列就是比较一下 上下资料一步一样 做一个逻辑判断 好 那第一个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先写一个 这个所谓的插入空白列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来看什么 删除空白列 那删除空白列 特别是要怎么去删掉它 那我想请各位先写一下 这个插入空白列 应该比较简单 for i 等于33列 到第三列 step 负2 看一下讲义 不过讲义里面 我好像是32列 不过其实我是觉得 应该从33列来插入 我好像比较正确 因为它底下本来 虽然已经是空白了 不过理论上应该 它虽然是空白 但你还是要给它 不是因为说它已经空白 这样会比较合理 每一列每一列 下面都有 所以我把它改成33到3 所以这边可能改33到3 可能会比较合理一些些 那待会再来看删除空白列 如果我现在已经全部都是空白列了 但是我希望怎么样 再把这个空白列全部删掉 全部删掉 把它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可以加也可以删 如果你不会删除空白列 你要土白列刚来做的话 其实也是蛮花时间 但是如果你要快速删除的话 其实也不难 逻辑一样 只要是插入列或删除列 都从后面往上 如果你从上面往下的话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本来你要删第三列第五列的 你删掉第三列之后 假设这一列删掉 它的第五列会跑到第四列去 哇那麻烦了 你还要去算说 你等一下要删的又要减一 然后有时候要加一 加一减一 反而更麻烦 干脆怎么样 倒过来删 倒过来删会不会有问题呢 比如说你要删的是第63列 再来就61列 你如果删掉63 61还在 61删完59 59还在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倒过来删 基本上比较没问题 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 把插入空白列先做完 待会再来看那个